神的百姓 让我们来高举耶稣 来荣耀耶稣的名字 哈利路亚 荣耀耶稣的名字 梦想在任性 梦想有信心和勇气 但恐惧却靠近 我要宣告树天星星 释放任性 耶稣 天使我惊奇 我要站立 再次歌颂你 我们是世界的烟和亮光 走进人池成为你的双手 神扶着伟大使命 向神呼喊 朝梦想狂奔 拿起火把转的无限希望 你的教会要向世界发生 祝耶稣 祝耶稣 恩告我们 拆迁我们 让祢过降临 有为一致者 有为一致者 祂命叫耶稣 神儿子 实行了拯救 带领所有相信的人 进入永恒 我已的赦免 耶稣 耶稣保写书回我里 呼召我生命 恩告我带着祂能力 改变世界 千里 教会在这地 因见他们将无法处理 我们是世界的夜客亮光 走进人池成为你的双手 神扶着伟大使命 向神呼喊 朝梦想狂奔 拿起火把转的无限希望 你的教会要向世界发生 主耶稣 恩告我们 拆迁我们 让祢过降 我们是世界的夜客亮光 走进人池成为你的双手 神扶着伟大使命 向神呼喊 朝梦想狂奔 拿起火把转的无限希望 你的教会要向世界发生 主耶稣 恩告我们 拆迁我们 让祢过降 祢们 赞美耶稣 让我们早晨的时候 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祷告神 我们今天就出去为神做光 作业 我们今天能够出去 向世界来发生 我们就是神的教会 当我们来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 神的名字会被告举 有人要来归向耶稣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一起来宣告 一起来赞美 哈利利亚耶稣 主要是的 主宣告 主要今天是一个 主要福音会被传扬来的 太爱的一天 耶稣是的 主要我愿意 主要今天出去 成为你的光 你的眼 耶稣我今天 主要愿意出去 主要愿意成为 主要照亮世界的那一个灯 耶稣是的 主要主要我就是你的教会 耶稣主要我就是你的教会 有一部分 耶稣主要是的 主要求你使用我 耶稣当我到那个 主要是在我们人们里面去的时候 耶稣求你 主要使用我来 电燃那个地方 耶稣是的 主要帮助我 耶稣主要 其实只是小小的一幕 耶稣主要 但是帮助我 可以走出去旋交 主要可以走出去 传扬你的福音 谢谢耶稣 哈利利亚耶稣 主要求你带领我们 谢谢耶稣 哈利利亚 赞美耶稣 我们是 我们是世界的烟和亮光 走进人群 成为你的双手 神福这伟大使命 向神呼喊 朝梦想光分 南清国发传地 无限希望 你的教会 要向世界发生 主耶稣恩告我们 拆迁我们 让你过降临 让你过降临 尽世界的烟和亮光 走进人群 成为你的双手 神福这伟大使命 向神呼喊 朝梦想光分 南清国发传地 无限希望 你的教会 要向世界发生 主耶稣恩告我们 拆迁我们 让你过降临 你过降临 当我们去拜祢 你过渡降临 你过渡降临 耶稣 耶稣 愿你过降临 你至于成全 你过渡降临 耶稣 让我们的双手 主也可以配合你的工作 耶稣 主要记起我们里面 那个爱灵魂的心 传福音的心 耶稣 让我们不只是 躲在教会里面聚会 耶稣 让我们也可以走出去 耶稣 让我们走出去 主要走向那个 需要你的人群 主要走向那个 还不曾认识你的人群 主要走向那些 在绝望痛苦 伤心 主要不能起来的 那些人群的里头 主要传扬你的好消息 耶稣 让他们知道 主要你的救恩 主可以帮助他们 生命得着翻转和改变 圣灵谢谢你 早晨的时候 主要求你今天再次 把那个爱灵魂的心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耶稣 让我们今天 不管去到哪里 主要我们即使 走出一小步 耶稣 主要但是也可以是 为你宣教的一大步 圣灵谢谢你 欢迎你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今天 也可以为你而活 与主同行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在圣灵面前 都成为被改变的人 因着我们被圣灵的改变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这时候我们要仍然 借着祷告来服侍神 在一早的开始 借着祷告 我们向神宣告 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 我们向周围的环境宣告 我们在圣灵面前 我们是蒙他改变的人 我们是被他改变的人 我们是蒙招的人 我们也是蒙恩的人 在圣灵面前 我们就宣告 今天是蒙神呼召的一天 今天是蒙神 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天 今天是神把恩赐 已经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天 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宣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是 今天要跟着我们的 大家超过的一天 今天下人没错 感谢我们的生活 然后选择到我们身体 感谢这个世界 跟着我们的 跟着我们的 新闻的新闻的 今晚祝我都带 我们的新闻 让下围的回答 我们的新闻 今天都感谢 您是全闻的 所以今天 我要在这一天 将当时在 英文前改变 为宝贝 要是新闻的 就是一个 能源 新闻的 跟着我们 今天要在 新闻的 抓一样新闻的 要来自双人的 外面 照顾的男友寡馆的 正中的信息 伤心言输あ 神奸当 真有伤心的 之今 iat高 接着祷告要来改变这个世界 接着祷告要来改变这个社会 接着祷告要来改变我们的文化 改变什么呢 在七月份的时候 在华人所惧怕的七月份中间 我们要改变这个文化 透过祷告 断开魔鬼撒旦一切的恐惧 断开所有一些魔鬼撒旦的诡计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祷告神 让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压制 民间信仰所带来的捆锁 都能够让我们得自由 特别是还没有基督信仰的人 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借着神的恩惠 因着圣灵的工作 以及我们的见证 他们能够听见福音 就能够胜过在七月份中间 被一些鬼神的 这些的民间传统所带来的捆锁 让他们的生命中间 每一次到这个时候 都要恐惧一个月 我们要奉主的命 要断开这个恐惧 真正的平安临到我们的身上 真正的平安 充满了整个华人的世界 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谢谢 这个时候 在这个世界的示范 没有人起来 只有没有力气 我们是全身受过 我们的股仪 会被接受到 将来的股仪 在这种严肅 华人在家的 能力的众奔的心 这样 也自求起来 放转 一生不内心 就要远在这些 我们的股仪 当时不过 随着 所爱的美食反省 也最主要讓他恐懼 往往遇到了 看愛上山 也最謝謝您 主要因為這些恐懼 帶來的疑惑 主要和恐懼 主要這些的恭喜 主要主要全部都要離開你的環境 在每月全部都是你學到 主要你的 主要你的能力 主要你的活動 主要讓到主要四個文化我們國家的當中 主要謝謝您 主要從你來介入 主要你介入到我們的文化當中 主要你介入到 主要你傳統的信仰的當中 主要不逃你喜悦的事 有一個機會回來 主要讓那些沒有聽過福音的人 有機會來聽見福音 主要知道你的救恩 主要我們感謝你 主要我們仍然來禱告 我們在神的面前 我們要宣告 今天我們要說好的話語 合一的話語 積極的話語 正面的話語 我們要宣告神得勝的救恩 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要宣告神的大能充滿在我們身上 所以今天是一個宣告的時刻 今天是一個說神話語的時刻 今天是我們言語被改變的時刻 特別是習慣說出負面的話語來 都要在神的面前 完全的被翻轉過來 所以今天你一早起來 藉著禱告的時候 就上帝啊 讓我今天的話語 是蒙里悅納的話語 讓我今天說出的每一句話語 都是帶著能力的話語 都是合乎真理的話語來 同聲開口 我們一起來禱告 也曾經有一個抓緊天草的 我們先的希望 指望 指望 我們也曾經常會讓我們在那邊 所謂的 讓 新年會議法之下的 告知 多多家人家 正面的印象 人家 就是在於來 這是不為好的 趕快的全世界 但從來顯示 剛才說的主事 當時幫助我的頭 其實讓我當時說的大美的話 通常說道德法的好話 只要說的那些臉 正面的驚訝話 我們今天就去講話 讓我的臉想一面 我們現在也寫了好看的 主要祝福一人来 谢谢这些美好的专业 给你实实的 主要求你来 是该改变我的专业 再来改变我的专业 给祈祷 所有的专业 主要在里面 抓住充满的努力 造成安慰的坏手 主要帮助这些传统 主要人过来 抓帮助这些 绑抓在痛苦当中的人 主要谢谢你 祈祷 求你使用 祈祷 赞美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欢迎美 祈祷 感谢 哈利利亚 谢谢主 主我们感谢你 主让我们可以 因着祷告 向这个世界发声 主我们可以 因着祷告 可以向这个世界 和社会说话 因着祷告 我们可以更多的 为你做美好荣耀的见证 感谢主 你与我们同在 你也帮助 所有在电视机 或电脑前面 一起祷告的神的百姓 每一个都向这个世界 发出声音来 发出神话语的声音 发出神复活 得胜见证的声音来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今天的美好的题目 叫做出发吧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告诉右边 左边人说 我们要出发了 来告诉他 我们要出发了 感谢主 罗马书第十章 十四节到第十八节 然而 在罗马书十章 十四到十八节 新约圣经 神的话说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 何等加美 只是 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 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 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 传到第七 哇 这个地方讲到 若没有奉差遣的 怎能传到呢 当我们奉差遣的时候 就应当要出发了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耶稣告诉 他的门徒 再一次要出发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出发 所以你们要出发 所以你们应当要行动 要出发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神 出发吧 三个问题 应当要问问我们自己 第一个 到底是谁该出发 是谁应当要出发 到底是谁奉差遣了 应当出发了 到底是谁那一个 被送行的那一个人 准备出发到 不一样的国度中间 不一样的领域中间 把神的福音带过去 第一个 所有神的儿女 都是出发的首选人物 什么是首选 就是择无旁贷 就是我了啦 就是我了 就是我 一起说就是我 再说一次好不好 再说一次来 就是我 就是我 跟旁边你讲说 就是你跟我来 就是你跟我 阿们 感谢主 所有神的儿女 都是首选的人物 所有神的儿女 被神拣选的 被神呼召的 被神拆拍的 都是 都是 所以主说 你们要去 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 所有跟随耶稣的百姓 所有信耶稣的百姓 主都在预表 主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主都在启示一件事情 是你们要去 我们要去 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去 没有一个人蒙恩之后呢 就觉得我过我自己生活 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跟别人有接触 我不需要把福音传给别人 不 真正的基督徒 属于神的基督徒 属于耶稣的百姓 属于神的百姓 我们都应当把好消息 分享出去 所以所有神的儿女们 都是第一首选的人物 感谢神 我们都被拣选了 我们都被拣选 出去传讲神的话 出去分享福音 出去为耶稣的复活 做见证 到底是谁该出发呢 除了神的百姓之外 谁该出发呢 第二个 所有自称是耶稣门徒的人 都是该出发的人 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当你说是 那就是你了啦 你是耶稣 你愿意跟随耶稣 做他的门徒吗 你说我愿意 一说我愿意的时候呢 就如何 就出发了 新郎跟新娘 在一起牧师征婚的时候 都问说你愿意吗 他一说我愿意 就开始进到 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出发 开始建造一个新的家庭 出发 从婚礼中间 进到婚姻的里面 从短暂的 一个半小时的婚礼 进到 长长久久的 婚姻的生活的旅程当中 出发 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我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 一成为门徒 就该出发了 就该出发 当你说我是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的 脚踪行的那一个人 当你这么一说的时候 你就是传福音的那一个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儿女们 当我们被神拣选 当你回应 主的呼召 愿意成为他的门徒 跟随他的脚踪行的时候 要记得 主在你生命中间 有一个计划和命令 就是出发吧 出发吧 开始出去 分享主的福音 开始出去 分享神的话语 开始出去 告诉别人 主 开始出去 在各个地方 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信主吧 告诉我们 告诉他们 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上面 神告诉他们说 当以色列百姓 贝鲁归回的时候 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 第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那边讲到 非常非常二十三节 讲到非常精彩 当主 在撒加利亚书那边讲到 耶和华神 万军之一华神 把以色列的百姓 从贝鲁地方带回来的那一天 神的话说 有十个人 会拉住一个犹大人 告诉他们说 带我们去耶路撒冷 原因是 有神与你们同在 阿们 感谢主 教会的复兴 除了祷告圣灵充满 就是我们因为被圣灵充满 因为祷告 我们就让人看见 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记号 是有十个人 拉着你说 带我去教会吧 所以我们教会 每一位会友 都有一个最低的quota 就是这一生中间 一定要带十个人进教会 十个人拉住 一个人说带我去 带我去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见 神同在的记号 你可以翻开撒加利亚书 第八章 第二十三节 结果发现这段经文 是非常精彩的 十比一 十比一不是欺负 不是对打 是说十个人 找一个人说带我去 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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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感谢神 神帮助我们 神也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出 上帝给我们的那份托付 所以你要出发 为耶稣做见证 传美好的信息 活出他的荣耀 该出发了 谁出发呢 你跟我出发 凡称为耶稣门徒的人 都要出发传福音 都要出发宣教 都要出发把好消息 好信息 带给其他的人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出发去哪里呢 出发吧 去哪里 该去哪个地方 出发到底去哪里呢 第一 去客厅厨房 你该出发了 你不应该 关在自己房间中间 永远跟家人 没有关系 也不能让你家人 永远他们 看他们的电视 你看你的电脑 你上你的网络 你去聊天室 你们去聊你的天 或者呢 永远手上拿个手机 头也不回的 头也不抬的 别人 家人告诉你说 来讲讲话 你说手机跟我比较亲 三西残名 跟我比较靠近 不 弟兄姐妹 你需要改变 你的出发 不是告诉你要到 多遥远的地方 当然你可能要去 因为如果神拆减你 感动你 或你预备好要去 但是你最简单的 先到客厅厨房 爸爸妈妈告诉你说 来帮忙洗个碗 那就是你出发的时候了 你应该怎么回应呢 你说爸妈 我来了 你们去休息 让我来吧 爸妈说 我已经洗完了 你太慢了 你就要回答他们说 太可惜了 下次我一定先来 你不能讲说 爸妈说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已经洗完了 你才能说 哦 好险 那就不行了 那不是出发了 而是退缩 什么叫出发 到客厅陪你的家人 谈谈话 聊聊天 说说神的爱 分享神的话语 分享神的好消息 到厨房 用你的殷勤 来表达 主在你生命中间的改变 阿们 感谢主 回到房间里面的时候 记得房门关小声一点 不要很用力的关房门 表达说 我基督徒是刚强壮胆的 不要这样子 你越刚强壮胆 关这个房门 关得越大声 他们越难信耶稣 你的宣教之旅就到此结束 太可惜了 你应当更多的表达你自己 去哪里 出发去哪里 去隔壁的邻居 当隔壁邻居听见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敲他的门 他愿意开门 送一些水果去 表达一点善意 表达一点连结 表达一点和睦 表达一点点 我们同在这一栋大楼 或同一层楼 我们彼此中间要彼此的同心 我们要彼此的合作 当然他可能说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没有关系 你应当要出发 是不是 你应当要做这样的事情 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 抬一下 帮忙一下 扶持一下 或容忍一下 宽容一下 去哪里 出发去哪里 去公司的职场 去公司的职场 感谢神 我也鼓励大家 当你回到公司 每天上班的时候 就是你出发的时刻 每一次出发的时候 每一次 每一次要去学校的时候 就说主啊 谢谢你差遣我 到学校去了 当你要到公司的时候 主啊 谢谢你差遣我 去我的公司里面 我是为了要去那里 把美好的消息带去的 那就是我 那就是你 那是我们大家 一同应当出发的 出发去哪里 去学校和校园 无论是做学生的 无论是做老师的 你都要展现出 神那无比的宽广的爱 感谢神 因为神在你生命中间 已经做了改变 该出发的是你跟我 去哪里 去你生命中间 所有你该去的地方 家庭也好 社区也好 公司也好 校园也好 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你出发的时刻 阿们 感谢主 当你在车上 坐在博外座上面 看到有需要的人 赶快起立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 感谢主 你就笑一笑 那告诉他说 耶稣爱你 那就是出发 做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说 耶稣爱你 也没关系 也没有关系 表达你生命中间的 那一份礼貌和体谅 礼让也很好 但如果你能够告诉他 神如何爱他 你就是出发 去把好消息带给他们了 感谢神 出发去哪里 去三种不一样的地方 同文化 语言跟你一样 环境一样的地方 把福音传给你 从南到北 在你的国家 国度的里面 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 只要语言跟你相通的 你到哪里去 可能离开你家里面 三百公里 五百公里 文化环境 以及语言还是通的 叫做同文化 还有什么呢 跟你文化 稍微有点差异的 语言虽然一样 但是呢 环境不太一样 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你去那个地方 就出发到那里 更不一样是什么呢 语言也不同 环境也不同 文化也不同 想法也不同 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去那里把福音带过去 那叫做宣教中间的 另外一个出发 去哪里 去同文化的地方 去哪里 去异文化的地方 去次文化的地方 去不一样文化的地方 神要你去 最后一方面 出发做什么 做第一个 用你的行事为人 和圣灵的全能 来见证上帝 让人看见 你祷告神垂听 让人看见 你服侍有果效 让人看见 你仰望神 神带来祝福 用你那非常诚实 善良的行事为人 表达神 最后 带着你的热情 来服侍这个世代 带着你的恩赐 把福音带给 有需要和失望的人 让他们成为 有盼望的人群 阿们 感谢神 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祷告说 主我在这里 请菜前往 我们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美好的行动力 就是 主我现在就应当出发了 我随时随地 都在出发的状态 同声开口 一起来祷告 阿里路亚 耶稣 谢谢祢赞美 祢 谢谢耶稣 让我们可以出发 耶稣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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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你缘故 用它我们的自主 在神的爱的里面的感变 主啊 谢谢你 祂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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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事的 主啊 不论我到哪里去 祂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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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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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美你 就去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 如何来传讲蜀天的信息 让我们真实走进我们的家庭 走进我们的工作职场 走进学校 走进社区 向人群来传讲那蜀天的信息 那和着美好的救恩 主啊 求祢让我们不再冷漠 让我们就是来 真是张开我们的手来 真是来抱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巴不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使徒 成为神的门徒 哈雷路亚 都来经历神的奇迹 美好的奇迹在我们生命当中 彰显开来 哈雷路亚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帮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 哈雷路亚 最后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行事为人 见证上帝的荣耀 因着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的祷告 带来生命中间全能的彰显 来见证神的复活的大能 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哈雷路亚 谢谢耶稣 祷告 耶稣 祷告 祿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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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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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祿祿 祿祿祿 走出去的时候 主祢圣灵与我们同在 以至于主要祢的大能能够彰显 主祢复活的大能在我们 在人的生命当中 主要都被看见 主要以至于祢的福音 能够被传出去 主谢谢祢赏赐给我们智慧 也教导我们真实地把祢的道 诚诚实实地传给他们 主 谢谢赞美 谢谢耶稣 天天都是出发的时刻 主 我们都是祢要出发的百姓 让我们出去按着圣灵的全能 带来圣灵的大能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是世间的烟和亮光 走进人群成为祢的双手 神父这伟大使命 相声呼喊 照梦想光闻 那起火发展的无限希望 祢的教会要向世界发生 主耶稣恩告我们 拆迁我们 让祢国家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